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要学习山寒论中的这种鉴别诊断的思路 我们还要学习山寒论中的这个用方的思路 灵活用方的思路 你比方说第一百条 山寒阳脉色阴脉玄法当 腹中急痛 先欲小见中汤 那么阳脉是清取 清取卖色提示了气血不足 阴脉是尘取 尘取卖弦 就是卖尘弦 提示了少阳气欲 那么既有气血不足 又有少阳气欲 特别容易发生 木来刻土的腹中肌肉 狙肌疼痛的症候 当中就用小见中汤 温中补虚 补一气血 合理缓急 来治疗这种肚疼疼 可是在一百零二条里头 说山寒二三日心中 肌耳反者小见中汤主持 他的主症不是肚子疼 而是心慌心跳 心中肌耳反 这是因为气血两须 在平常情况下 人体感觉不出来 那么一得外感病以后 正气抗血一表 理系就更加虚衰 所以得了外感病两三天 就出现了气血两须 心脏是痒的心慌心跳 张中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也用小见中汤 来补一气血 医养心脏 如果从症状表现来看 一个是肚子疼 一个是心慌心跳 心中肌耳反 那主症表现根本就不一样 可是张中景用的方的都一样 都是小见中汤 那么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用方思路呢 这就是一种抓病机的用方思路 这两个症候 症状表现不一样 但他们的病机都是气血两须 气血两须腹部肌肉施痒 出现腹中肌肌疼痛的 可以用小见中汤 气血两须心脏施痒 出现心中肌耳反的 也可以用小见中汤 那我们临床就可以 用这种思路 抓病机的思路 再扩大经方的临床应用